欢迎大家收看点点新闻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这是恒大的终结吗 以下是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中国科学家发现了关于史前人类的新线索 以及许多惊喜 随着法律戏剧的上演 恒大离岸债权人的微薄之初 标准图案 TikTok首席执行官承诺 投入20亿美元 保护1.7亿美国用户 中国电动汽车领导者比亚迪积极进军东盟 请大家收看 这是恒大的终结吗 以下是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CNN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的清算 引发了人们对倒闭将如何影响投资者 工人和购房者的质疑 香港一家法院下令将全球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 恒大清盘 自恒大陷入困境以来 其他数十家中国主要开发商已经拖欠债务 清算过程将受到国际投资者的密切关注 他们一直在逃离中国 从房地产危机和增长放缓到北京转向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 对恒大在中国大陆的庞大业务的影响尚不清楚 像恒大这样规模的中国公司被香港法院清盘的先例是没有先例的 清算人将有权扣押恒大在香港的资产 包含大量工具动物化石和植物遗骸 人类对植物资源有深刻的了解和利用 第一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盘 引发该公司股票和债券的暴跌 境外债权人只有在境内债权人之后才会得到偿付 预计境外市场违约的中国投机级债券的回收率将较低 TikTok首席执行官承诺投入20亿美元 保护1.7亿美国用户 彭博社 TikTok计划今年在保护儿童和其他平台用户方面 投入20亿美元 这一披露是在该视频服务在美国月活跃用户 超过1.7亿人的情况下进行的 TikTok的首席执行官 Show2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 公布这一计划 与Meta Platforms Snap X和Discord的同行 一起参加一场 关注社交媒体公司 如何保护青少年在线安全的听证会 这一披露凸显了TikTok在美国的快速增长 以及其能够从竞争对手 Facebook Instagram 和Google那里吸引用户和广告收入的能力 中国电动汽车领导者比亚迪 积极进军东盟 日经亚洲 中国电动汽车 EV制造商比亚迪计划 在东盟扩张时 将其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销售网点增加一倍 该汽车制造商 希望今年在这两个国家 开设十几个乘用车销售网点 比亚迪最近在印尼推出了三款乘用车 并与当地经销商合作 在新加坡和菲律宾销售电动汽车 该公司的目标是通过与新加坡职总学习中心的联合项目 每年培训500名熟练的电动汽车机械师 为什么香港正在起草另一部国家安全法 彭博社 香港特首李家超提出了一项名为第23条的新立法 旨在保护国家安全 该法案旨在设立新的罪名 如叛乱和外部干预 并扩大国家机密的定义 包括与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的信息 李家超引用外国间谍活动和复杂的地缘政治 作为立法的理由 该提案预计将与北京在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相辅相成 咨询过程将持续到2月底 中国自拍应用巨头美图公司预计2023年利润将增长两倍 这得益于AI工具 南华早报 中国自拍应用巨头美图公司凭借其生成是人工智能工具 在2023年的利润增长了两倍 该公司估计其净利润在33000万元人民币46.3600万美元 至37000万元人民币之间 高于2022年的11100万元人民币 美图公司的生成是 AI工具包括Action和XDesign 前者允许用户创建旁白视频 后者允许用户创建平面设计 该公司在将这些工具货币化方面的成功 与Microsoft、Alphabet旗下的谷歌和Advanced Micro Devices等其他科技公司 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公司一直在努力从其人工智能计划中产生收入 缅甸将紧急状态在延长6个月 日今亚洲 缅甸军政府宣布将紧急状态在延长6个月 赋予武装部队总司令充分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利 这一决定是在反叛的民族团体在新的攻势中取得进展之际做出的 该国三分之二的地区都发生了冲突 紧急状态的延长将使军政府能够保持控制并推迟承诺的选举 持续不断的冲突已导致60多万人流离失所 1600多名平民死亡 如果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他可以削减鲁莽的朝鲜协议 约翰博尔顿 南华早报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警告说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赢得总统大选 他可能会就朝鲜的核计划达成鲁莽的协议 并孤立首尔 曾在2018年和2019年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博尔顿 在《回忆录》的心前言中写道 华盛顿的盟友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个任期内面临混乱的外交政策 博尔顿预测 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深化的房屋关系不会阻止特朗普拥抱金正恩 字节跳动 CEO在全员大会上表示 字节跳动 在人工智能领域来得晚 彭博射 字节跳动的CEO梁卢波敦促员工抵制平庸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保持领先地位 梁卢波承认 公司迟迟没有意识到 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技术 如生成式人工智能 与GPT相关的讨论 直到2023年才出现 OpenAI最近推出的ChatGPT 让字节跳动措手不及 梁卢波呼吁公司内部 重新燃起创业精神 以防止陷入平庸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字节跳动的销售额 在2023年大幅增长 有可能超过腾讯控股 这表明抖音的电商业务 正在推动增长 中国海警驱赶菲律宾人 在最新的斯卡伯勒潜滩冲突中 南华早报 中国海警声称 已经驱赶走了四名菲律宾人 他们在南海的一个 有争议的潜滩上非法侵入 海警表示 这些菲律宾人 在周日非法侵入了斯卡伯勒潜滩 在此之前 北京和马尼拉 同意在该地区解决争端 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地区的广泛主张 受到了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邻国的质疑 中国经济步履蹒跚 油价下跌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全球主要原油进口国中国经济活动疲软 油价周三下跌 该国制造业活动在1月份连续第四个月萎缩 引发了对其整体经济的担忧 与此同时 法院下令清算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 中国恒大 该公司占中国GDP的四分之一 中国疲软的经济数据 引发了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担忧 然而中东的紧张局势加剧了对供应的担忧 为油价提供了一些支撑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以扩大为美国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分子 在红海的海上冲突 导致石油和天然气油轮运输中断 尽管存在这些地缘政治风险 但西方创建路的产量和缓慢的经济增长 预计将限制油价的任何大幅上涨 中国工厂活动在农历新年前收缩幅度较小 日经亚洲 中国的工厂活动在1月份已较慢的速度下降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2 而去年12月为49.0 这表明在2月10日开始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之前 需求有所增加 自从去年10月以来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和国内需求复苏不平衡 PMI一直低于50点的增长与萎缩分界线 与此同时香港经济在2023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4.3% 得益于来自内地的入境旅游的持续增长 随着政策支持的加快 中国主要城市放宽了购房限制 南华早报 为了刺激需求和支持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苏州、上海和广州等几个城市放宽了购房限制 苏州取消了之前限制个人或家庭 在该市购买房屋数量和位置的购房资格审查 全国各地的购房者 现在将被允许在苏州的六个区购买二手和新房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在去年12月出现了近9年来最快的房价下跌 俄罗斯将主场迎战塞尔维亚 这是自乌克兰入侵以来首次与欧洲球队进行男子足球友谊赛 美联社 俄罗斯将于3月在莫斯科主场迎战塞尔维亚 这是自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与欧洲对手进行男子国家队比赛 这场比赛将于3月21日在莫斯科迪纳摩体育场举行 并以获得欧足联的批准 俄罗斯已被禁止参加欧洲联比赛 但该禁令不适用于友谊赛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主要与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球队进行友谊赛 其中一场比赛是在11月对阵古巴 由于波斯尼亚球员的反对 计划在2022年对阵拨黑的比赛没有举行 俄罗斯女族国家队曾与白俄罗斯 中国 伊朗和巴拉圭进行过友谊赛 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国有能源公司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sprong赞助贝尔格莱德红星 台湾抗议中国改变台海航线 英国独立报 台湾抗议中国决定改变台湾海峡附近的飞行路线 据称是试图改变目前的现状 台湾认为 这种飞行路线的改变是对台湾的蓄意威胁 就在几周前 批评中国的赖清德当选为台湾新总统 中国便称 台湾是其主权领土的一部分 不排除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可能性 中国一直在增加其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 并表示 其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 让其军队为潜在的入侵做好准备 盘前 投资者关注美联储 股市回图涨势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投资者等待美联储的利率决定 欧洲股市上涨 法欧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3% 金融服务股上涨0.5% 投资者正在寻找美联储核实降息的线索 追踪47个国家股票的MSCI世界股票指数上涨0.1% 与此同时 美人对一篮子主要货币上涨2.2% 创下9月以来的最大阅度涨幅 马尔代夫检察官在晨跑时遭到袭击受伤 英国独立报 据当地报道 马尔代夫总检察长侯赛因 沙米姆·胡森·肖敏 周三在岛国酝酿政治紧张局势时 遭到身份不明的人袭击 对沙米姆先生的袭击 发生在涉及拟议弹劾总统穆罕默德 沐一组的政治紧张局势中 报道称 袭击发生后 他被送往医院 然而 袭击的细节尚不清楚 但当地警方表示 袭击不是用尖锐物体进行的 2023年下半年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IPO筹资大幅下降 日经亚洲 2023年下半年 东南亚地区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筹集资金较去年同期下降了60%以上 原因包括国内选举和对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等因素 日经数据显示 去年下半年 共筹集到16亿美元 较2022年同期下降了63% IPO数量下降了21% 仅有71个 泰国的筹资下降最为严重 下降了75% 仅为7.73亿美元 而印度尼西亚的IPO市场 也在该国总统选举前放缓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熟悉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闻 包括恒大的清算 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史前人类线索 TikTok的保护计划 比亚迪在东盟的扩张 香港制定国家安全法等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恒大的清算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市场的关注 恒大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它的清算可能会对投资者 工人和购房者产生影响 从香港法院下令清盘的决定来看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 清算人将有权扣押恒大在香港的资产并 将其出售以偿还债务 但由于香港和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同 情况变得复杂 这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过程 也将对国际投资者产生影响 其次 中国科学家在四川省的蒙西河遗址发现了关于史前人类的新线索 这个遗址揭示了5到7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方式 为研究现代人类起源和传播提供了关键时刻的证据 这个遗址包含了大量的工具 动物化石和植物遗骸 这些都为遗址居民的智慧和专业化提供了证据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 也表明古代人类对植物资源有深刻的了解和利用 再者 TikTok计划在保护用户方面投入20亿美元 这是对TikTok在美国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承诺 也反映了社交媒体公司如何保护青少年在线安全的重要性 TikTok的这一举措将在今天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公布 与其他社交媒体公司一起参加 这一消息显示了TikTok在美国的快速增长 以及其能够从竞争对手那里吸引用户和广告收入的能力 比亚迪计划在东盟扩张 这将为该地区的电动汽车市场带来新的机会 该公司计划在新加坡和菲律宾增加销售网点 并且已经在印尼推出了三款电动汽车 比亚迪希望通过与新加坡职业学习中心的联合项目 培训更多的电动汽车技术人员 这一举措将有助于推动东盟地区的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香港最近提出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该法案旨在保护国家安全 并扩大了对国家机密的定义 这一提案预计将和中国在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相辅相成 咨询过程将持续到2月底 这一举措引发了人们对香港的政治环境和国家安全的讨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股市和能源市场 由于投资者等待美联储的利率决定 欧洲股市上涨而油价则下跌 这反映了投资者对美联储核实降息的关注 以及对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担忧 同时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加剧了对供应的担忧 为油价提供了一些支撑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一起回顾了恒大的清算 中国科学家的新发现 TikTok的保护计划 比亚迪的扩张 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等等 我们也讨论了股市和能源市场的动态 我希望这些新闻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有趣的信息和观点 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言和我们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